切到VetoBasic我們可以看到 像我剛剛字放大 不過字放大還好這個解析度這個旁邊夠啦 不過看起來還是太冗長 所以理論上假設我今天希望 這邊到到到這裡我希望把它換行一下 那換行特別注意喔 一般的習慣會在找那個AND符號 AND符號後面的空白 的 空白的右邊喔 OK你不能直接Enter啦 它會出錯 如果你不要出錯因為它 不論是下一行上一行兩者它沒有當成觀點所以 請你在AND空白的右邊加一個底線 關鍵就是這個底線 再按Enter 它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 就會連在一起 關鍵地方 理論上是空白的後面加一個underline 但是你不能隨便加啦 因為像這邊比如說像這個format 這樣是一個完整的 那當然理論上你這邊有空白你這邊加一個底線它應該也是合法的 可是這樣看起來也是怪怪的 明明這個是一個完整 結果你把它切開 它雖然是合法的 可是 就不太OK 有時候寫程式就這樣 你要寫的順眼 我不知道各位那種感覺 因為我寫習慣 我會有一些 自己的癖好 看起來就不順眼 我就喜歡改成 我覺得順眼 因為你順眼的話 一眼看過去你就知道哪邊有 哪邊有問題 OK 然後哪邊可能 怎麼寫 就有自己的寫作習慣 因為你慢慢要寫習慣了 然後大概就是這些東西啦 寫來寫去 然後再來輸出的話應該就可以看到結果 再來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寫完 不過另外有一個部分就說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個Format 這個東西 因為 它是VBA裡面的函數 那我們之前插入函數 這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 這個是Excel裡面的函數 那其實他們之間是不完全一樣的 也就是兩邊不相通 在Excel裡面可能有250幾個 在VBA裡面只有100多個 那我怎麼知道有哪些函數 這個地方我可能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其實這個Format我怎麼知道的 其實你可以有個方法 你可以在這邊先空白一下 前面打個 VBA 先打個 VBA 點 其實VBA是一個大物 大的函式庫 那這個函式庫 就有點像你插入函式 它裡面的話 就會出現什麼 A B C E 一直到往下 應該到Z吧 也就是說呢 VBA裡面有這麼多的 這個函數 可以用 那 只是說其中 當然 你想說 那老師你為什麼知道 Format是可以 這樣用 那其實 當然可能要做一點功課 也就是 我以前 幾乎每一個 每一個都把它稍微看一下 就跟我之前跟各位講 你要把它亂一遍 那坊間有一邊 一般的書籍 它也有類似這樣的介紹 只是說可能 順序不太一樣 所以你乾脆 直接就是 往下找 找到之後的話 有沒有 這邊有個Format 它就出來了 當然你 將來你打 VBA點 或者沒有VBA點 都可以 不然有些東西 老師你前面怎麼多一個VBA點 可不可以拿掉 可以 可不可以存在 可以 兩種都可以 那你打一個VBA點 所以說有些函數你不知道 那你可以先run一下 確定一下 那另外就說 可是你說老師 我不知道這怎麼用 很簡單 其實 在那個 VBA裡面呢 也有一個官方版的說明書 電子版的說明書 怎麼讓它跳出來 比如說你Format不會用對不對 沒關係 你可以記得一個快速鍵 一個Function鍵 功能鍵叫F1 有沒有在那個鍵盤的 左上角不是一個F1 F1按下去 游標記得放在Format上方 它會怎麼樣 跳出Format的說明檔 直接呢 就 跳到網頁裡面 告訴你說這個Format 它的相關的作用 還有它的語法 它怎麼用 它的相關敘述 有沒有 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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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更多 而且有相關的範例 範例這麼多 只是說啦 對各位來說 剛開始可能看 這些 會 比較不好閱讀 因為這感覺就是寫給工程師看的 有沒有 只是說 至少聊勝於武啦 那還有一點 就是說你慢慢 如果你以後要完全 這個了解 VBA的話 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他這種敘述方法 因為我剛開始也不習慣 可是後來我發現 我慢慢一帶習慣之後 我很快就可以接受 它的敘述方法 這個敘述方法 不是叫你從頭到尾看過 你就抓藥鈴嘛 什麼藥鈴 反正你就至少知道 這個是什麼作用 然後將來不會用的話 像我以前的習慣是 我乾脆跳到什麼 跳到這邊有那個什麼 有一些範例嘛 OK 那我就用範例的方式 慢慢去了解 OK 還有就是說 你想說 老師那我還有其他函數啊 那怎麼辦 其實你會發現 他這邊就有這麼多 有沒有方選嘛 從A 方選這邊有沒有 然後有這麼多這麼多 所以你如果有時間的話 當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點他 然後呢 把這個函數 做個 筆記吧 就是 以前我其實還蠻用功的 我把真的每一個 每一個 然後用筆記本每一個 把它寫一下 寫一下 寫一下 記錄一下 以後的話呢 如果 可能工作裡面會用到某一個 功能的時候 我就想到 好像有哪一個 方選可以用 那我不確定啊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就是試一下 有時候答案就試出來 OK 當然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啦 不可能馬上一下子 你就變高手了 對 如果你就變高手 那這個就不用開課了嘛 你就看這個就好 OK 但是我只是跟各位講一個要鈴喔 OK 不是說叫你把它背起來就算了 而且這邊有一些東西 值得各位 慢慢有一點時間去找 關鍵字 1 VBA點 2的話呢 找到裡面所有方選 大概100多個啦 那以後如果你 點下去 你不確定那個怎麼用 記得快速鍵 F1 它就跳出來了 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話 旁邊有清單 請你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自己再去慢慢針對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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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OK 當然如果暫時 沒那麼多時間啦 反正你用到你再來查就好了 你不用背 就跟字典一樣 誰會沒事去把字典背起來 沒有吧 但是你至少要會查字典吧 對不對 你不會查 你不會知道裡面所有的 但至少你需要的時候 你打開字典 你會 會懂得查字典 就夠了啦 OK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另外還有部分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這邊輸出完之後 各位觀察一下 用這個輸出 它看到的結果 是什麼呢 是最後的門號 把它輸出到這邊 但是呢你切回到剛剛的那個去期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執行之後有沒有 丟到這邊的話 有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公式 OK 那也就是說 其實呢 我們在VBA裡面 假如說 我如果 按下去 我不要結果 是幫我 Format完成的結果 而是我丟個公式 讓它run 其實也可以喔 如果說我今天要丟的 並不是 最後的結果 而是丟個公式 類似像這樣的話 VBA該怎麼寫 其實 再教各位一個部分 切過來這邊 你可以把這一段 一樣在複製 到底下 那我們把它改一下 因為這邊叫門號底線 加一個什麼 公式 也許我要丟個公式喔 也就是以後 假如說 你在VBA裡面 你已經寫了一些公式 但是你 在Excel裡面寫了公式 那那些公式呢 你 實在不知道VBA怎麼寫 也沒關係 你只要跑 你只要會跑回圈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只要把那個公式 貼到 對的地方上 就可以執行了 怎麼做喔 一 請你把這個 複製過來 二的話呢 一樣把這個後面的東西清空 有點像喔 把清除 複製過好像比較OK 二的話呢 你就是直接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怎麼樣 把它 貼上 什麼呢 我們剛剛的這個公式 複製 貼到雙引號裡面 再執行 就OK 不過你要貼的時候要注意兩件事情 兩件事情注意的話 以後就照這樣做 你所有 做過的公式 都可以 變成VBA了 OK 那待會 這個部分待會來看 請各位先 把剛剛我講的這個部分先做一下 因為我怕剛剛講的東西 太多了 你們一下子 沒辦法記起來 一 把一行變兩行 underline 二 FORMATE的部分 你可以用VBA點 然後按F1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延伸講 就是說 如果 因為有的時候突然用那個FORMATE 你實在是也不知道說 VBA的函數怎麼用的話 那倒不如 你就拿原來你寫完的公式 直接 把它 跟VBA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相對會比較簡單 OK 而且很多地方如果你會這一招的話 真的很多地方 可以不用寫程式 反正你只要會Sale 然後你只要會VBA的回圈 其實就夠了 你就可以真的 慢慢實現那個一鍵完成所有報表的那個目標 會越來越接近 我是盡量跟各位講比較簡單的方法 不然的話你要學 你要把很多東西學會之後才能夠用出來 感覺好像路途太遙遠了 反正我們就先 至少你要你會一些方法 你工作上就可以看到成果 OK 試一下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再把那個 就是公式 直接輸出 配合VBA輸出